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自從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爆發以來 以美國為首的多國政府 一直都銳意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不斷想出一些方法 來去催促一些外資企業 將他們的產業鏈和供應鏈要遷出中國 在最近這個程序又再提出 根據《印度時報》引述的消息人士所說 蘋果的組裝廠商有意將六條生產線 從中國遷移到印度 預計可以為當地帶來5萬5千個工作機會 同時也能夠滿足印度國內的市場需求 並且預期每年可以出口總值大約50億美元的iPhone 雖然與中國相比 每年2200億美元的蘋果產品 仍然有著很大的落差 但未來幾年 印度將會擴展生產線 去到平板電腦和手提電腦 由於目前中美關係非常緊張 這班蘋果的組裝廠商 希望使得自己的供應鏈多元化 以降低生產風險 而印度政府方面 亦都在掌握了這個機會 在六月初的時候 即是在中印之間發生邊境衝突以前 印度政府真是獨具慧眼 他們宣佈了一個總值500億努比的電子製造獎勵計劃 500億努比大概是折合51億港幣 他們鼓勵國內外的廠商 去印度生產製造智能手機 意圖取代中國 成為全球智能手機的生產中心 消息還指出 說目前已經有22家相關業者 申請了這個獎勵計劃 包括了鴻海、韋創、和石和三星等 這22家的廠商已經承諾 將會投資總值1100億努比的資金 在印度設立手機製造部門 這個消息對於印度的經濟來說 當然是一個大喜訊 但同時對於中國的經濟 就是一個惡號、一個極壞的消息 第一 當這些外資企業 將他們的生產線 從中國遷到印度的時候 亦是意味著 有大量的就業職位將會流失 對於中國的失業率 肯定是會構成很大的壓力 大陸政府剛剛才提倡 什麼國內大循環 都不知道起一步未 用粵語來說就叫做糖水滾糖魚 好了 現在流失了這些就業職位 到底這班工人 國內大循環能否吸納得完呢 因為都不知道你現在起一步未 什麼國內大循環有起色未 第二 現在所遷出的產業 其實都是屬於高科技的產業 是高端產業 我想沒有人會質疑 蘋果所生產的是低端產品吧 這些高端產品所賺到的盈利 絕對是最豐厚的 過去一直都有很多高污染和低技術的製造業 例如製衣業 會製造大量的污染染料 又或者是花工業等等 這些行業大陸絕對不留 就算在廣東省都說它們污染了 結果很多就遷到越南 還有孟加拉等等 這些對於中國來說 損失就不是很大 因為你做那些製衣廠 你做多少件衣服 才可以賺到一部iPhone所賺的錢 絕對是不對等所投入的資源 或者是勞動力 現在這些高端產業走的時候 對於中國的打擊 就一定是比起那些低端製造業為之大 我沒有歧視的意思 純粹這個高端低端是說技術的投入 就這麼簡單 到底科技企業從中國遷移到印度 會否成為一個新的趨勢 我們主要就是看兩個因素 第一 目前來講 印度官方就是高度配合這些科技企業 將它們的產業鏈搬到印度 為什麼這些廠商會選擇印度 而不選擇其他東南亞或南亞的國家呢 比如說越南 蘑菇、柬埔寨、緬甸、孟加拉等等 全部都有大量的人力資源提供 有大量廉價勞動力提供 為什麼這麼多國家不選擇印度 印度當然是有它獨特的誘因 剛才我們提過 印度政府根本上是貼錢貼大廠 請這些手機製造廠商 走去印度設廠進駐生產 就是我們剛才提過 電子製造獎勵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其他國家全部都沒有的 因為那些國家本身的財政似乎都是足勾建爪 那還怎樣勾一塊錢出來 請這些廠商走去進駐呢 當然這些廠商如果有了這些錢的時候 其實他們又省一筆 搬遷廠房 密地來重建廠房 省了些錢 其次來說 最重要的是 印度本身來說 他們的科技行業 已經發展了好一段時間 班加羅爾就有印度植谷之稱 當這些新來的手機製造廠商 如果都是聚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構成了一個叫做產業集群優勢 即是這些廠商 他們就共同分享一些良好的基礎建設 比如說是運輸設施 又或者是互聯網的設施等等 而且這樣做也可以節約到成本 是會發揮到一個叫做集序的經濟效應 加強到市場的競爭力 其實台灣在七十年代尾七九年的時候 當年的總統蔣經國就厲害了 他也是獨具慧眼的 當年就拍板在新竹建了一個叫做科技園區 一搞就搞到現在了 去到現在就開花結果了 台灣的半導體生產市場 就已經發展得很純熟 大陸就有樣學樣的 搞了那些什麼科技園區 在香港就是最該灰的 老董執政的時候 又搞什麼數碼講 又科技園 那究竟搞了什麼出樣子 到最後是不是變成了一個地產項目中間的一個地標 簡直就是不知所謂 好了 說回印度 人家印度當然就是搞得成了 這個班加羅爾 好了 第二個因素是什麼 為什麼吸引到那些廠商去呢 就是人家的發展潛力真的很大 有一個龐大的市場 如果以人口來計算的話 印度遲早就是超越中國了 當然就不能夠像中國以前那樣說的 中國就說 很多人說 尤其是藍絲 中國有一個13億人口的市場 大家都知道這是謊言 是幻象來的 中國13億人口的市場 實際上有能力去消費那些奢侈品的 有多少人才可以的 李克強總理都說過 下有6億人口每個月就賺1,000元以下 9億人口就賺2,000元以下 你知道賣iPhone的對象都不會是這班人 主要就是沿海城市那班居民 所以那裏有多少呢 當然那裏有很多 分分鐘多過美國總人口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現在印度 如果你說發展潛力 更加之高於中國 因為它目前其實就是處於 等同是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的 這樣的時代 雖然現在印度就是很多窮人 但是發展起來的時候 你不知道它的潛力是會爆發得多厲害的 當然現在印度的手機市場 主要就是集中在那些低端的智能手機 但是當人家發展到差不多 人家就不買那些了 就會變成買iPhone 所以這些廠商 提早進駐印度 都是會早著先機 好了 另外一單消息也是關於印度的 印度時報同時也報導了 當地的情報機構提醒 說中國在印度的高等教育當中 影響力日漸壯大 故此在下個星期 將會針對當地的孔子學院進行審查 目前印度總共有七所大學 建立了孔子學院或者孔子課程 這些孔子學院 原來全部都是由中國的教育部直接贊助 宣稱的宗旨就是要促進中國的語言文化 但是較早之前 英美等國家都曾經公開說過 說中國可能會利用這些所謂的教育機構 來滲透其他國家 主要他們其實指控 這些孔子學院其實就是用來傳播意識形態 就是會使得外國人對中國的觀感更好 當然這印象被扭曲了 他們認為 而且同時也會進一步影響外國的政治 這就是外國對於孔子學院的指控 似乎現在印度也是有意跟隨的 就去審查 所以中印之間的衝突 似乎由邊境一直蔓延到科技企業 乃至是現在所說的高等教育層面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